2023集齊燈會暨水資源宣導活動 吐飛猛進及考驗 在集齊鎮火車站前廣場舉行點燈儀式 縣府觀光處長陳志賢 代表縣長許淑華到場 與集齊鎮長吳大春 議員王秋淑 王春林 集齊藍河燕主任陳振青等人 一同揭開燈會序幕 陳處長指出 來集齊白天除了可以騎車感受 綠色隧道的自然風光 也能夠到本草自然順氣園區 集園果 觀光工廠等體驗不一樣的DIY活動 晚上只可以在火車站周圍賞花燈 體驗傳統小鎮的悠閒自在 到南投來除了逛我們南投燈會 也可以到小鎮來體驗不一樣的 一個傳統的花燈的燈會 來買我們的集齊特色的農特產品 體驗我們集齊的觀光工廠 拿起自行車逛我們的綠色隧道 那春節期間南投的百花盛開 也是我們這個梅花跟櫻花盛開的時候 所以到南投有很多元的旅遊 也可以住我們很好的旅宿來泡我們的溫泉 那度過一個愉快的春節假期 吳鎮長表示 今年燈會展示燈區以多元化呈現 設置具有文化創意元素的藝術燈飾以及光環境 既有光影藝術互動燈區 建立石湖保育以及珍惜水資源的觀念 歡迎大家活動期間到集齊體驗 好玩的在地風光 這次新月十五是我們集齊特色的開幕 正當的活動 在這裡邀請我們南投官的所有好朋友 在新月十五跟二月吹 大家永樂來我們集齊來看電會 來這裡日期站在北 晚上上回來感受到我們集齊的人情味 和集齊的好 議員王秋淑 黃春麟表示 春節將至今年過年有十天假期 集齊燈會有光環境 與各種不同主題燈區非常美麗 歡迎大家糾團一起來南投旅遊 採購在地農特產品嘗在地美食 所以這次在我們過年期間也有十天假期 也歡迎我們的地方 我們的鄉親時代大家好朋友 共同都可以一集這裡來騎騎 來這裡騎到我們的自行車 來這裡採購在地的產業農特產 以及來吃到我們這裡集齊的好吃的美食 歡迎大家來集齊的鐵圖 來這裡走走看 南投集齊燈會已經邁入 第二十個年頭了 這次採用現代科技 美感十足的光雕還有結合著我們傳統香煮的花燈 沿著我們集齊鐵道旁而設置 在1月15日起至元宵前 歡迎全國的好朋友前來集齊上花燈吃美食 來體驗著集齊小鎮的人物風采 集齊燈會以石湖保育水資源宣導策展 結合通年主題 從集齊火車站沿著民泉路往水裡方向 沿途設置大地春桂燈區 萬象更新燈區 孫生布錫燈區 以及考證共榮燈區等四大主題燈區 邀請全國民眾到南投賞燈會 有花海之後也來集齊欣賞集齊燈會品障在地特產 記者蔡詩琦 集齊正採訪報導 記者蔡詩琦 集齊燈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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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